《语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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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佛,相信菩萨跟你在一起 一定要坐在那儿相信他们跟你在一起 你才慢慢慢慢回归得很快 是 多修心,多坐在那儿休养,静坐 静坐 静静地坐在那儿,哪怕放松 哪怕住不了地,不再要求自己了 不要去别人的时候,也不要要求自己 马上要正如个什么,要变成 我累了,要休息 但是以那种方式休息 就是以 你还在倒下,不要去控制倒心去休息 我还在倒下,只不过我这种静坐 我变成了完全的放松 对,对 因为这几年你一直在跟自己做到 也是一个极限 你坐在那儿,我不要求别人了 我也不要求自己 然后静下来,静下来 我累了,累了,放松 好,告诉自己的膝盖皮 尤其心脏说 我累了,要休息 然后他慢慢慢慢,他就活了 你头脑放下来说 我累了,要休息,心就开始休息 你放松吧,我要休息了 你的膝盖皮 就一直配合你那个头脑 配合得累死了 心累得受不了了 跟不上你头脑 但是我们想想,我们也伤害过别人 是这样的 拉平了吧 是 不管在情感上受伤 还是在任何地方受伤 有时候正向的思维 有时候自己解脱不了的 正向的思维 也就是,好,我欠这个世界 是,是 我伤害过别人 当别人伤害你,任何人伤害你的时候 因为你再活了,才受伤了 当他伤害你了,然后说 哦,可能我伤害过别人 当时别人就这种感觉 那我现在扯平了 我现在就看着自己说 哦,当时有一个人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痛 然后呢,我说 我曾经,我也没做到 我也没有办法把它解脱掉 那现在这些感觉会到我身上 我去承受 忏悔,就是这样 其实也找不到我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也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事 但可能,谁知道呢,生生世世的 因为你还有觉受 是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不是 对男的或者女的 你只是对父母孩子 很多都有啊 委屈啊,不理解啊 或者 说你啊,或者背叛 这些东西不就欺骗啊 这些就这些事 然后你,你体验的觉受是 成千上万 每一个人都可能体验到的 是吧,我们也成千 带给别人这种觉受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可能带给过 那现在我只是 甚至我们吃的动物 我们都可能带给 我们把它们结了 烤了炸了 那些东西你想想 它是什么觉受 哦,等等 这世界就这样公平 嗯 首先是不抱怨 你就不抱怨的时候 心就开始柔软 是 心柔软的时候 你就不会受内伤 知道吧 就伤心就伤心 再慢慢慢慢就 自己安慰自己睡了 就这样 就这样 我不就这一辈子吗 我就有时候说 哎呀,就几十年了 否则睡过 你就抱了这世界的人 算了 就欠的就还了呗 是 人家爱搁你呢 爱吃你呢 就是吃了 对 做菩萨道 你就要有这种法心啊 菩萨道 你就实在想不到 你哪儿有问题了 你就说 哎,算了 就供养了吧 就这样 做供养嘛 嗯 说你,哎呀,算了 人家还零尺 就是我这批零尺舒服死了 耶稣感觉 订到是这家子 订两天 你这可算啥 你要想成道嘛 对 要我们不断的付出 很多人才会拥有 如果你不去 去把这些消息告诉他们 不需要去 这样去传播这些东西 没有人回到这个怀抱 嗯 他们苦的时候真的苦了 下地狱真下了 就是那样 他连这一丝解脱的希望 都想不出来 没有条件解脱 对 没有条件解脱 你说我们 他还有一个说 我大不了逃到山里面去 他有这种条件 他会教书 他有能力 你说能说 有的大字不识一个 你让他去拿解脱 他撬河去吧 他只能撬河上吊了 是吧 那能怎么样呢 那就是苦死了 就一直苦苦苦 一直苦到自己 就是杀死自己 让人这个痛苦 就没有解脱的心力 他解脱不出去了 哎 越苦越苦越苦 最后忧郁症 所有的东西都是那样的 忧郁症 病 癌症 自杀 都有可能 吸毒 堕落 都是 其实都是痛苦 才是 心的痛苦 有点病 我说病就没不怕 就不怕 就辛苦 辛苦比病还难受 病就是一个 病苦在床上 真的是痛啊 难受啊 生不如死啊 那也是生不如死 哎 有时候辛苦 真的也是生不如死 一样的 辛苦到那时候 你觉得 你觉得 死了也苦 就算了 死不难的死 那种境界 会有那种 真的 真正哭 真正哭也不哭了 如果是病的话 有时候 你还可以宣泄 因为别人可以看得见 那你辛苦 别人是理解不了的 那辛苦真的 更加无法宣泄 当然 啥苦也不要苦 病苦也难受 真的是 被人 就像 就像 摆上的鱼 都被人刮铃 真的是 你就在医院 就是那样了 人家随时 哎 就这样 所以说 佛说苦海 我们就是 解脱 有信仰 还是有马仕 就是很多人 最后有信仰 他会依止一些东西 来去解脱 就是能真的 在地狱里边 当你听到 一尊佛号的时候 有一丝温细的良福 会吹过来 就是那种 就像你那个 病得痛的那个地方 有妈妈一口 凉凉的气 给你吹过来 和温暖 涼凉的 暂时的 会忘记一些苦 但是他不能让你解脱 但是听到佛号 还是那样的 尤其在最苦的地方 听到佛号的时候 他虽然不能救度你 但是听那个声音 还是不一样 那个佛的声音 然后 就这样 所以有信仰 最主要是 还要有 获得佛的 佛的野光 佛的知见 我们在这修 就是以佛的知见 在生活 因为佛的眼睛 开世界 你才能解脱出来 用你自己的 你就是掉六道里去 但是我们现在达不到佛的眼睛 我们只能知道 佛是那样子的 佛是那样子的 佛是那样子 思考的 佛是那样作为的 但是我们做不懂 那我们不断的修 争取跟他一样了 他也是从人修成的 我们就算我们 我们也不比他笨 当年你像他就是 印度一个太子 我们现在都网络时代了 他肯定不会去做电脑 他也不会用 到哪里 感谢观看